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收看《初歌学投资》 我是李国庆 香港上市的主要汽车股 每个月都会公布销售数据 投资者除了观察公司每个月的 卖车有没有增长之外 还可以与公司每年初公布的销售目标作为比较 看看汽车销量能否达到标 各大车厂每个月都会申报汽车销售量 以恒指成分股吉利汽车为例 除了整体销量之外 还会详细列明在国内销量 以及出口销量给投资者参考 汽车销量有增长固然重要 但分析汽车股的月度数据的时候 还要留心公司的销售进度 能够达到管理层定出的销售目标 每一年的年初 车厂都会为新一年的销售量提供指引 好像2019年初的时候 吉利订出全年汽车销量151万架目标 但去到2019年中的时候 吉利只是卖了65万架左右 达标率只是4乘3 吉利在公布6月份销售数据的时候 更加下调全年销售目标 去到只有136万架 受到消息拖累 股价单日急跌了接近8% 最终吉利2019年 全年销量仅仅超过136万部 按年跌了9% 总结而言 分析汽车股的时候 要持续监测公司月度的销售数据 留意销量有没有增长之余 还要留心公司销量是否达标 都没有增长之余 没有增长之余 我希望没增长之余 不复些小联盖 我不会有增长之余 因为中国人们可以弄